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高兴的话题 就是你博士毕业之后 尤其是Computer Science博士毕业之后的出路 今天我们主要谈一谈在美国的出路 首先呢 博士经过4年或者是5年的时间终于毕业了 我记得在Defense那一天 导师在最后一次close session discussion的时候会跟你说 你从今天开始和我们地位平等了 不再受我们压迫 你有independently做research的能力了 我记得不管之前导师怎么压迫你 或者你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在那一时刻 在那一刻 我都和解了 你都是觉得你被recognized 所以你会饱含热泪握着你导师的手说 谢谢 谢谢你多年的指导 在你毕业的时候 导师通常会给你点一瓶香槟 然后这个香槟一定要搁到冰箱里 然后喝的时候是凉的 你不能喝热的 如果喝热香槟的话 打热肠闻的 会被人耻笑 关于博士的出路 第一个出路就是对于Computer Science来讲 近几年来也有内卷的趋势 如果你想做Faculty的话 可能直接做不是特别容易 所以第一个出路就是 先做一段时间的Postdoc Postdoc就是博后 博后的目标就是说给你一些机会 让你去带一些高年级的博士生 然后辅导他们写paper做research 同时你自己也要铲除 你自己也要做research 然后write paper 然后publish those paper 同时你还要帮助导师申请Funding 然后写NFS proposal 或者各种其他的一些横向纵向项目 这些都需要你来做 所以说有的同学 他有志于做研究 有志于做Faculty 但是他可能读PhD的学校 并不是Top5或者Top10 他可以通过读Postdoc的这么一个过程 去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然后积累更多的经验 这样的话 在你下一次申请Faculty教授的时候 会有一些优势 通常Postdoc时间长度来讲 有一年到三年不等 当然computer science 还没有内卷到像物理化学这样 千年过后或者是十年过后的 这么一种境地 但是近几年 据我观察 computer science 尤其computer vision 这个方向 他内卷的比较厉害 比如说国内的一个博士 他毕业通常他的citation 会到800到1000 如果是国外的话 他那种做research 做得还不错的 然后研究了一个hot topic 他的citation有可能破2000 所以在这么一个竞争的压力下 每个人手头都有几篇CVPR 每个人手头都有几篇 Tier 1的一些 oral presentation的一些paper 所以可想而知 做Faculty的道路 不是一帆的风顺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 他是做computer vision的 他跟我说 他的秘诀就是熬 他把他那一辈 同辈的人都熬死了 熬死了意思就是说 熬的他们都转行了 所以最后教职 评选的时候 同龄人来讲 他的publication record 是最好的 他的经验是最丰富的 所以他拿到教职 所以第一个出路 就是做postdoc问题 那比如说你想拿学校A的教职 那么你是要拼了命的去升A的postdoc吗 还是说不是 你升postdoc也是去能升你最好的学校 越好的学校 越好 效果越好 如果你想去A做教职的话 他不一定有postdoc的机会 但是如果school B 他的reputation和A差不多 或者比A更高 你也值得一去 那我第一次就是说 如果这个学校招AP的话 他会先考虑在他们需要做postdoc的人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中国有句话叫做 大至中德中至小德 就是只有你aim high 然后你在去找教职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landed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比如说你要是在A学校 你特别想去A 然后你在A做postdoc 但很有可能你就是 我懂了 不能在A转正 不能转正为正式的教职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做postdoc 他的潜在的impact 就是说他给你一个锻炼的机会 过everything work out fine 过几年之后 你有更强的publication record 你有更多的经验 你去了一个好的学校当faculty 但是the average case 你有可能熬了这几年 你也熬不动了 所以你也转行了 转行的意思就是说去业界了还是 转行的意思就是说 找一个engineer的工作 第二条出路 我们可以接着刚才的说 博士毕业之后 有一些方向 他是可以直接找教职的 比如说这个一个方向 是这个学校非常想加强的 非常想招人的 比如说那些冷门的方向 像计算几何 比如说像robotics robotics也这么冷门吗 对robotics 因为他的人 基本上都被那些自动驾驶 那些大厂都挖走了 所以找新的faculty 挺不容易的 我记得前几年这个方向 还是相当热门的一个方向 做postdoc 你的工资大概是在 3万到5万 工资水平高一些的 东西海岸它可能是5万 但玉米地 它有可能工资水平低一些 对于教职来讲 东西海岸我印象中 你第一年assistant professor 应该就是在7万到8万左右 你做professor 它给你更多的是reputation 你在一个领域非常有建树 你很有名 但是不一定你在起步的时候 它的薪水像互联网大厂 或者那种大的IT企业 能给你那么多 但是它后继勃发 比如说你去一个 商业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州 然后你的工资也有可能到20万 这个20万对于东西海岸来讲 可能不算很多 但是对于中部的某些城市的话 20万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你做的教职 做到最后非常成功的话 你的impact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你可以左右 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 然后参加各种的program committee 去评审顶级会议的文章 然后你还可以参加nsf 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活动 这样的话你能够第一手的接触 这个领域的发展的现状 并且你可以了解其他professor 同行之间他们都在做什么 如果顺利的话 你会在第三年或者是第四年 有一个renew contract的机会 你tenue track 第一次给你的job term 是大概三到四年 三到四年的时候 你做一个presentation 就讲一下你这三四年当中 带过多少学生 然后发了多少文章 做了哪些research 产生了哪些impact 然后做完这些presentation之后 你会又renew 一到三年这么一个contract all together在第五年 或者是到第七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平tenue了 有几个因素 看你是不是拿到nsf career award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 其他的包括 你发表的文章带过的学生 最后系里所有的教授 会坐在一起来讨论 是不是留下这个人 如果顺利的话 你从assistant professor 变成了associate professor 然后这个转变就意味着 学校没有特殊原因 他不会开除你 问题 如果我是学校A的诸身教授 那我能转到B 还是诸身教授吗 要和学校谈 如果要是转校的话 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之前你的fonding 它是allocate给你的时候 同时也是allocate 给你这个学校的 然后学校会抽一定比例的overhead 作为它的那个抽筹 但是你最后带走多少 是你原来的那个学校订的 去另外一个学校 看这个学校多么想要你 如果它要是非常想要你 它可以认你 它你有的这个status 但如果说你 它不是特别想要你 同时你的fonding又带不过来 它有可能就不认 you have to start all over 所以一般都是走的话 都是被挖走的 也有自己跳的 一个学校 它可能是二类的学校 你在这个学校做full professor 不一定比 牛校的这个associate professor 更吃香 因为牛校的优势 就在于它能招到更好的学生 它能有更好的和业界的合作的机会 通常来讲 都是tenure之后 有这些操作 作为一个professor tenure之后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benefit 你每三到四年 有那种带薪休假 就是英文叫spotical spotical leave spotical leave 就是说学校照常配你 但是你这段时间 你不用教课 你可以去另外的一个学校 或者另外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哪怕是度假 给你半年 或者到一年的时间 你不需要show up 去思考人生 去想你下一阶段 想要做的research 到底是什么 这是其中的一个benefit 一般都是去访问学者了 还是大地 对 一般都是去学术胜利 某一个大学 或者是某一个实验室 或者这个教授 长期的和另外一个教授 有collaboration 他就是直接飞过去 在那个学校一起对接 作为教职来讲 他的benefit 不光salary来衡量 个assistant professor 他有可能 他就是七万到八万 但是他的一些benefit很多 比如说你子女上学 如果是上同样的 这个学校的话 学费减免的会非常多 另外还有各种隐形的benefit 有的学校 有一些住房的一些stipend 然后还有一些 internal的一些price 去卖给你一些东西 有的学校 这个系或者这个学校 会给这个教授 一些启动资金 帮助他再伸到 NSF Career Award之前 能够顺利的开展研究项目 对于教职 这个出路来讲 你如果做得非常好的话 过几年你有可能 成为像David Patterson 或者是像Ramsey Apasi Dousset 或者是像周圆 或者是像李凯 这样非常有名的教授 像这种教授 所占的percentage 比如说是 十个教授里边出一个 但是像这样的教授的话 他不光影响力在学术界 它在工业界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 比如说像李凯 他创建了Data Domain 他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 然后包括像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ank Levy 他常年的是阿里巴巴 ISELO的Advisor Board 还有像Gars Gibson CMU的教授 现在去了University of Toronto 去开了一个Machine Learning Institute 包括像David Patterson的学者 等等等等 都是在谷歌 在HPLab里边做director 或者是VP这个level的人 所以说一个非常成功的教授 他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在于学术圈 都可能就涉及到工业圈 在我微信里边 有一个北美学人学者群 那是一个500人的大群 里边就包含了周元元李凯 还有很多知名的教授 然后我看那个群里面讨论的 基本上如何能招到更好的学生 如何产生更大的impact 华人Faculty这个圈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大家非常团结 愿意互相帮助 第三个出路 我们可以聊一聊在Research Lab 博士毕业之后 你可以去Research Lab 去工作 或者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有些Research Lab也提供Postdoc之外 工作的话 你在Research Lab主要从事一些 和企业相关的一些Research 比如说像Facebook 你就很有可能 从事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Research 像HP Lab 它就从事一些System 或者是Internet of Things 或是Industry Engineering 知名的Research Lab 包括IBM T.G. Watson IBM Armadon 还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实验室 Bell Labs 现在叫Bell Core 还有NEC Labs 你在工业界的Research Lab 同样也能影响某些研究领域 比如说体系结构方向 Intel Labs和AMD Labs 常年对体系结构的顶级会议 有重大的影响力 比如说像下一代的 某一个芯片的体系结构 往往都是从Industry Lab 像Intel Lab 或者是AMD Lab里边产生 一些比较有名的 Industry Research Lab 比如说像Microsoft Research 里面就有像Leslie Lampard 这种货尔图灵奖特别有名的人 Leslie Lampard 她手下有一个从以色列来的一个学者叫Dalia 她对Consensus Algorithm也是非常熟悉 然后现在Dalia她变成了Facebook Libra Project的Chief Scientist 所以说你在一个好的Research Lab 和一些牛人有过合作经验的话 本身对于你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假分项 比较出名的华人 比如说像Microsoft Research的张亚琴 他现在已经从Microsoft Retire 致力于教育出任 比如说像青黄大学 蒋熙教授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 大部分CS PhD的去向工业界 比如说像互联网大厂 一些著名的IT企业 之前像Compure Science的PhD 这些人suppose都应该是 最终目标都应该是去做Faculty 或者是去Research Lab 但是由于近几年 Internet 互联网还有IT迅猛发展 这些互联网大厂的配 要远远比Faculty的配要高很多 所以也逐渐出现了一种情况 CS PhD的首选还是互联网大厂 因为他们给的package就太高了 正所谓是学成文武艺获予帝王家 你把你的数学运用到互联网大厂的某产品里边 也是适得其所 在工业界里边做得好的人 在华人里边有非常有名的 比如说陆琪 陆琪在Microsoft一直做到了SVP 之后加入了百度 然后也做过拼多多的股东 也做过YC China的CEO 他是一个在IT工业界里边非常有名的华人 工业界的Research Lab还有像百度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LP 它的这两个方向都非常的强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中国的AI 尤其是在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这个领域 应该是在世界第二的水平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聊CS PhD 毕业之后在美国的一些出路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 下一期我们将谈一谈 毕业之后如果选择回国有哪些出路 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千人计划 青千大千人有什么样的区别等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